外星文明 也就是诱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文明 早期居民是苏美尔人 大约在公元前30世纪左右 出现过部分奴隶制城邦 彼此长期混战先后称霸 公元前24世纪中期 罗加尔扎吉西征服了南部个别城邦 定都乌鲁克城 值得提的是 苏美尔人是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创造者 他们首先创造了七星文字 是已知最早文明的诞生地 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可考证的文明之一 虽然苏美尔人没有大量的留下 以如古埃及文明般 辉煌近人的神庙和金字塔 但是从全世界的古文明中来看 你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 都有着苏美尔文明的痕迹 甚至可以说 苏美尔文明直接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发展 对此 著名的考古学家 亨利·法兰克福 包括古亚术文明的专家 李奥·奥本海姆在内的很多知名学者都表示 他们难以理解苏美尔文明 究竟是怎样突然出现的 他们的出现实在太过突然 似乎毫无增长 毫无原因 人们知道的是 在两核流域诞生的苏美尔文明 是公认的人类最早的文明 该文明创造了很多人类文明的第一次 比如第一种文字 细形文字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可能是世界上 第一个出现纺织业的文明 如今 我们看到的苏美尔国王 吉尔加美生 是巨人的形象 他甚至会将狮子当宠物 事实上 在诸多国王的雕像中 人们都能看出 他们抱着如同猫般大小的狮子 于是 现在的一些人认为 远古时期的巨人族 就是苏美尔文明带来的 而苏美尔人的文化 也直接地影响了 包括古埃及 和古印度在内的许多地区 令人差异的是 在出土的苏美尔王表中 描述了他们的国王 来自一个名为 尼比亚的星球 更惊人的是 每个国王的生命 都远远地超过了人类 从光来看 直到最后呈现出的 吉尔加美生国王 也活了数千年之久 这些让人很难相信 苏美尔王表上 阐述的是否是真实的事件 倘若从他们的天文 数学 农业 亦或是艺术方面的成就来看 人们不得不相信 苏美尔人的确可能是 来自地球以外的地方 从后来产生的 古巴比伦 和亚述文明来看 人类了解到的苏美尔文明 远不止这些 毕竟自苏美尔文明以后 就出现了四大文明古国 从这些古国的文化中 或多或少都能看到 苏美尔文明的影响 例如我国的 广汉三星堆古文明 那些青铜面具的样貌 看上去 似乎更接近复合岛上的雕像 其实 我国三星堆文明的出现 存在许多谜团 如有人发现 三星堆最著名的青铜术 在苏美尔文明中同样存在 这是一颗由 吉尔加美生国王打造的 苏美尔生命术 雷同的是 两种神术代表的含义 基本相同 再加上三星堆面具上的形象 并非亚洲面孔 这让很多人不得不怀疑 三星堆文明的来源 另外 在苏美尔人遗留下的记录中 还有人发现了60乘以70后 再将其结果相成7次般 复杂的数学计算题 显然 这并非是短时间内 会出现的文明程度 人类发现的苏美尔文明 似乎是突然出现在地球上的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 他们经历了漫长的进化 而且无论是文字 还是天文历法 苏美尔文明在人类文明 发展的历程中 都显得过于先进 从而使得不少科学家一度怀疑 苏美尔人就是所谓的外星人 就连青铜时代 也是由他们发展来的 这样的文明 也让人类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文明阶段 虽说古巴比伦 和古亚树文明中 也有记载表明 他们与苏美尔文明存在关联 与此同时 人们也认为 当时的古埃及 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中 存在苏美尔文明的异迹 或者说苏美尔人并没有真正消失 而是融入到了其他的古文明中 这是因为古埃及的气形文字 金字塔建筑和神庙等产物 最早就是源自苏美尔文明 而中美洲 同样神秘的玛雅文明 与苏美尔文明一样 没有发明彻伦 却能在丛林中建筑高大的金字塔 和刻有精美雕刻的神庙 这些现象在古文明中 都能找到与苏美尔文明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令人困惑的是 苏美尔人还有着 异常丰富的天文知识 他们深知太阳系有八大行星 要知道人类直到上世纪 通过计算后才真正的发现了 海王星 而苏美尔人自称 他们来自一颗名为 尼比鲁的行星 这是一颗公软周期 为3600年的神秘行星 虽然人类无法得知 尼比鲁行星位于哪一片区域 但是近年来有科学家曾指出 在太阳系的科伊伯代中 应该还存在一颗未知的神秘天体 可以说科伊伯代的小天体 奇怪的运行轨迹 就是受到了这颗大天体的磁场影响 或许这颗未被发现的神秘天体 就是传说中的尼比鲁行星 至此 我们不难看出 苏美尔文明的存在 破具神话色彩 不少人都表明 其中存在夸张的成分 遗憾的是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来看 人们还无法参透 苏美尔文明的神秘所在 对此 大家是如何看待的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级科普的朋友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级科普的朋友